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职硅谷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说到湾区的最美私人花园,那一定是斐洛利庄园了 如今中美两国元首在这里会晤,又一时间将斐洛利花园推向世界的焦点 斐洛利庄园位于旧金山以南,Talo Alto以北,离Stanford University不远的一个叫Woodside的小镇上 Woodside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白人富人区,有许多马场以及高质量的私立高中,绿荫遍布,幽静至极 再加上距离硅谷核心的Palo Alto只有十多分钟车程,但环境却是一个完全的世外桃源 斐洛利庄园就这样在此诞生了 斐洛利花园总占地约2.6平方公里,包括一座约5000平方米的宅邸 约65000平方米的英式花园以及大面积的自然景观,景色宜人 庄园主体建筑被茂林良因所包围,这座融合了法国砖墙,西班牙赤陶瓦的英式乔治风格建筑 40多间房子被碧蓝的天空映照着,透露出历史的厚重气息 一进入花园就能看到一大一小两座池塘 四周用鲜花点缀,还会随着季节更换,营造出不同的景象 花园的大背景是圣克鲁斯山,一眼望去 满目郁郁葱葱的原始树林,与人造的园子浑然一体 斐洛利庄园包含多座特别而经典的花园 比如杰文元作为欧洲造园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他是在方形的空间做规整正式的对称式设计,充满几何线条之美 说到他的悠久历史,庄园建于1917年 原先是旧金山最有钱的金矿矿主之一威廉姆伯恩二世的田庄别院 当初建造的时候,伯恩夫妇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庄园的主体豪宅内有43个房间,17个浴室和17个火炉 花园的修建也持续了好多年,比豪宅装修时间还要长 从宅子到园林,采用了英式,美式兼具一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在伯恩夫妇相继去世后,斐洛利庄园转而被出售到了另一对买家威廉·罗斯夫妇的手里 罗斯夫人精通园艺,在尊重原有设计的基础上又做了改善和提升 它引进了很多植物品种,包括杜鹃,上百种不同的水仙,玉金香,薰衣草,向日葵 以及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花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5年,罗斯夫人将庄园捐献给了国家历史保留基金会 并提供了一笔用于支持年度开支的捐款,以斐洛利中心的名义运营 这是一个私人非营利组织,拥有自己的理事会,员工和志愿者 在近50年的时间里,斐洛利庄园一直对公众开放 每年接待10万名游客,主要是园艺爱好者,艺术家,音乐爱好者,建筑和历史爱好者 因景色优美,环境清幽,庄园除接纳公众游览,商业拍摄外 还成为婚礼等许多私人活动的举办地 最近这座庄园里开展了一年一度的灯光节,在11月18日已经开启 园中一条210英尺长的灯光隧道,十分梦幻 还有超过7000家灯光饰品悬挂在花园中,闪闪发光的植物和树梨 即使在白天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欢乐气氛 趁着节日记灯光秀,大家可以在闲暇之余去一探这座百年庄园的风采 好好感受花园的美景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斐洛利庄园和历史的介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